实际上我人比较喜欢剧 对剧组生活不是很留恋 我在片场 躲在监视器后面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可能搞了半天 不知道导演是谁 我过去不是导演或是摄影 我现在所以也不是著名 也是咱家 我是雷契和 是长春电影制片场的导演 1975年参加工作 当导演是1991年吧 到现在有32年了 我父母都是长影的 小的时候呢 因为发现有时候早 父母都没下班 偷偷溜到放映室里面去看那个片子 就是这么接触拍电影吧 包括我考了电视圈 考了电视圈之后 回来又为长影服务 我拍过索道医生 老阿姨 邓小平小道 一代名相陈廷靖 电影呢大概十部左右吧 电视剧呢大概是 那个三四百部级吧 就我进场的时候 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 拍正经固执片的胶片 胶片是很贵的 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很灵力 很聪明的人 第一次做事努力 因为很紧张 心里的概念全在这个 不能浪费胶片啊 不能什么什么啊 全在这上了 所以导演喊 说预备 我啪就机器开了 说开始啪停了 眼睛说你跟别人录上 这个好意 一般人都不太会的 不太会发生 但是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第一部剧呢叫《祝你好运》 写的是电影厂这种创作剧 镜下怎么样追求拳头加枕头 造出一系列喜剧的笑话 在有一年的春晚之后 播这片 然后才是开始就拍 存的商业片 1994年 从《荣杂安》开始 转向拍这种呢 叫主角力的电影嘛 主要的就是 《离开雷锋的日子》 那篇大全国也叫的比较响 突然发现 哦 电影是这样 主角力电影也可以 也可以上座 那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那个拍完 《离开雷锋日子》的时候 2012年拍那个《索道医生》的时候 因为当时那个 《离宿组》那边都有很多巫师 开片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情节 这巫师正在给一个小儿驱回 症状之病 索道医生就赶过来 把他撵走了 然后呢 我大概在给示范说 你可能要这样喝酒 然后就撒 跳 跳火堆 然后这样来表达这个巫师那种 诡异的那种东西吧 2013年莫斯科电视节 要选十部 国内近两年 最好的也 其中就有 就我们这片子 片子结束之后 全体站起来鼓掌 后来就说 这个片子一定要大力地往外推 因此 我带这个片子去了南美 他能够获得那么好的反响 就拍的时候 可能并没认识到这件 然后呢 就是现在的大山的女儿 就时间之后了 大山女儿也是意外 认识一下吧 我叫黄文姓 不大就于那天 夜里 我是第二天早看 我已经睡觉了 很多人给我发了那个信息啊 说你夜里都没睡好 这夜都在哭 我觉得观众反而超出我们的预期了 我们一直以为观众是不看这种戏的 原来的信息 这种戏没有一个开分的 我们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准 这就是我经常来剪片子的地方 去年的六七月份 我们就在这儿剪大山的女儿 你看这个海报 他们都把它贴在这儿了 人家可醒这老头了 说这老头哪儿的 人家是非职业演员 不是非职业的 实际上我拍电影的路 就是一直在比较纠结的时候 一直在摸索应该怎么拍 应该怎么走 电视剧呢 反而可能就是到了大山的女儿这儿 知道了应该怎么拍 能够把它做得比较有儿有余吧 应该这么说吧 这十年中国变化很大了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了 某些个别电影的票房 已经占到第一了 在十年前我们只知道 有张艺德电影 只知道有陈海格电影 别人都在担心 万一这几个人 要是不行了 中国电影是不是就完了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了 再不断地有信任涌出 这是中国电影最大的票 十年前我们挑剧本 一般类型起来 我们可能都会接 现在呢 要靠人家 更严格一点 我进入倒计室了 我跟别人说 我说不用超过三步 我觉得五步很落头 每一步戏对我本来 就非常重要 尤其这个戏 又排到自己的家乡吧 特别笑话的做好 回过头来说 那么我们能够取得一点点成就呢 你还是应该很感激你 常有这个地方呢 他这种严格的培训管理 尽管我们离开很多年了 国有大厂呢 现在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种各种各样的讲 加一切 应该有一百多个讲吧 他都是对你学的一种 从某个角度的一种肯定 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可能还是要发现 生活中独特的东西 然后你能把它表达出来 你的表达 能够对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有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